中文字幕提供 聯合國調查員目前在大馬士革 要求他們調查有關反對派武裝 指稱敘利亞政府軍用化學武器 失害數百平民的呼聲越來越高 法國外長發比尤斯說 如果證實敘利亞政府軍使用化學武器 國際社會必須以武力回應 前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獲釋出獄 他被轉送到一家軍隊醫院軟禁 美國陸軍士兵萬寧被判處35年監禁 他的罪行是將大量機密情報 交給反保物組織維基揭物 裝扮成蒙面超人的義工 在東京西一個地鐵站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兩名俄羅斯宇航員 在國際太空障礙進行太空行走檢測設備 大約38分鐘後 到今天就開始了 空障礙進行太空行走 消息 蒙面超級事 消息